这是我们用单车记录生活的年代 我们踩踏单车发现台湾之美 我们停下脚步一起收听 由彦儒 哲泉 共同主持的 Let's phone单车 科技时代除了使用收音机收听节目 还有以下管道哦 一 在振声广播公司网站上点选原因重现区 爱听几次就听几次 二 在脸书粉丝团上搜寻Let's phone单车 一起按赞加入 三 在手机上安装Podcast 搜寻Let's phone单车 使用手机So Easy 是 在YouTube上搜寻Let's phone单车 试听享受好心情 当然 还是敬请持续锁定 每周日下午4点到5点 在AM819播出的 Let's phone单车 用脚踩踏踏 让心飞翔 Let's phone单车 与你一起用单车翱翔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然后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 单车生活家 我是燕如 我是哲泉 我们跟很多好朋友来分享骑单车的快乐 真的很多人的单车故事都不太一样 对 尤其是这一次相信大家被我们科市长感动不已啊 嗯 这个疯狂的阿伯 对 不过今天我们不是邀请到阿伯本人 是阿伯的好朋友 嗯 最重要的补给 真的 对 补给是谁呢 邀请到的是吉安特旅行社的蔡佳金经理 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阿伯经理好 好 主持人各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身为阿伯的好朋友 对他这次疯狂举动有什么感想呢 一整个只能说佩服在佩服 无体投地的佩服 那时候从计划然后得知要接任务的时候 那时候想法是什么 那时候想法其实是觉得这个任务 真的是要把自家的所有功力都拿出来演练一下了 对 遇过的状况都好好的研究一下这样子 嗯 所以当初接到这个案子也跟市府带队的团队 丛组团队花了很多时间在会议沟通 嗯 包括把工作切得很细 对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任务达成呢 我觉得事前的沟通分工 分到非常密 比如说维修车你做什么事情 对 你对哪些人做什么事情 那补给车的工作 还有带队的工作 还有市政府的工作 对 它分得很细 所以这一次的计划 我觉得在执行上的完整度 我几乎可以给他95分以上 非常漂亮的执行度 哇 95分以上 就像市长所说的 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完成一个梦想 嗯 其实所有的人都会跳下来 协助你 帮助你 对 真的 不过重要的还是自己要踩啊 哈哈哈哈 所以我说非常佩服是 其实到一半我这已经不看好他了 哈哈哈哈 但他竟然把他骑完了 我真的太佩服了 哈哈哈哈 对 多厉害多厉害 但是重点还是要踩嘛 因为科皮海毕竟还是经过一段训练期嘛 所以那时候怎么样训练他 能够完成这一趟旅程 其实市长他整个计划 我觉得他事前的训练蛮充足的 一个礼拜 几乎每个礼拜有二到三次的在踩训练台 嗯 对 然后他其实从北高开始 他一开始先骑新竹嘛 对 后来就骑到园林 后来骑到北高 之后才挑战一日双塔 对 对 其实他是有节奏的 对 对我觉得他是有经过计算的 所以大家不然觉得不要想说 哎阿伯骑得完我也要 哈哈哈哈 请你均循阿伯的节奏 哈哈哈哈 这是我的建议啦 对对对 嗯 其实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如果我有时间 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训练 对 我倒觉得可以直接跟阿伯经理这边做联系 嗯 我不行我上补给车算了 不要那么辛苦嘛 嗯 对不对 但如果是真的觉得我真的有心要 要骑完那就真的事前的准备 嗯 那一定我真的是建议还是要有补给车是最好了 嗯 因为我也骑过一日北平那真的是太辛苦太痛苦了 对 过了200公里以后开始进入撞墙是真的需要意志力了 对 很痛苦 大概300公里以后是呈现弥留状况 完全不晓得 我说我在骑什么 哈哈哈哈 所以其实在过程中我有个画面非常有趣就是我们几个同事大家都很有经验嘛 嗯 我们就聚在一起讨论 诶市长这样子还好吗 嗯 不行了吧 我们就开始讨论那怎么办 嗯 讨论到后来我们发现说 诶不对呢 他是医生的 他比我们了解他自己的状况 嗯 其实蛮有趣的 所以其实刚开始会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 对没错 其实每一个人出发前要挑战这个都要看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是是 这很重要 所以像那个训练啊 刚刚有讲到说阿伯是有节奏性的 对 我们一直把柯市长叫我阿伯是不是有点不敬意啊 不会啦 这样比较亲密 比较亲切 就是阿伯是有节奏的 所以他每个礼拜两三次的踩训练台 他一次的强度跟他的时间是多长多久呢 他其实会依照他的试证时间啊 他基本上约莫大概一到两个小时之间 嗯 但是他是我去看过他踩 他是很认真在踩的 嗯 非常认真的在踩训练台 就是全心投入 完全心无旁骛下来练功 是没错 哈哈哈哈 所以不是暖身操的那一种气法 是就是用比照踩一日双踏的气法 我们这一次有帮他特别准备了一个功率剂啊 嗯 告诉他说哎你输出的功率是怎么样是最有效率的 对 大概维持在多少 所以这一次其实还融入了科学的训练 嗯 科学的训练 不是说买头骨干踩就对 没有没有 哦 嗯 但是我们也依功率剂的呈现的结果 我们对 我们的教练就我同事 嗯 我们视线说哎 我说同事 齐炫他气得晚吗 依功率剂显示他起不晚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整体来讲大家是不看好的 对 真的很不看好啊 我出发前那时候我也跟哲群在讲说 我堵他这个起不晚 嗯 怎么可能 对 而且当下一出发哇下雨 啊风又没很大 我想啊完了完了完了 这个嗯 有代加强了 他现在剩下大概就他 强而有力的意志力了 对 哈哈哈哈 是其实很辛苦 非常辛苦 这一段路程 所以包含整个随队的随车员 还有补给车 维修车其实都很辛苦 对我们工作人员 这36个小时 大概也是都密一下密一下密一下这样而已 嗯 是处于那种战备状态 对 突然想起哦 当兵的时候 可能要战备了 没有一个人好好睡的 突然要起床 哈哈哈哈 是比较当兵的模式对 对啊 有个画面其实大家如果看到新闻就蛮有趣 就是我们在计划里 柯P骑到台南市 要到那个黄金海岸那里要睡觉 睡两个小时 嗯 到那个汽车旅馆 对 对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就没有睡嘛 我们就坐在外面聊天 其实 但是大批的柯P的粉迷啊 对 就跑到那个汽车旅馆 门口在堵住 要等着看柯P骑出 哈哈 一两百个人在汽车旅馆门口 那时候我们就开玩笑说 这时候哪个情侣赶进来 哈哈哈哈 然后我问老板老板说 对啊 这时候生意有受到影响 哈哈哈哈 真的耶 旁边是黄金海岸 非常浪漫的一个地方 又是连续假日 哈哈哈哈 受影响了两个多钟头 没什么生意的 妈呀 不过这次整个柯P的行程都是有经过很严密的一个规划嘛 包含在哪里休息休息多久 对 其实都在整个都在规划的行程当中 对没错 但是其实规划还是要有临场的应变啦 那柯次长自己也知道他自己的状况 对 其实我蛮佩服的 他骑到大概布袋的时候 对 他没有再休息点休息 他提前自己先休息了大概十分钟 因为他说我注意力无法集中 他就赶快跟随后讲 随后跟我们讲之后 大家就部队靠边休息十分钟 他就上去睡个十分钟再出来继续骑这样子 那到了后半段真的是他意志力的挑战 他几乎每个休息点都要休息 大概十分钟以上 大概进到车子睡个十分钟再出来继续骑 对 那所以后面的休息点就都做调整了 对大概每 本来预计二十公里休息一次都把它调整 大概十五公里就休息一次这样子 对 因为当天我们火跟燕如 带小孩子回去我们老家在屏东 对 然后他一直在看这时间 他不知道会因为是走海线嘛 对 然后我们家是住三线这边 我想那应该是走沿海公路 嗯 然后我想说看一下时间 唉不妙 对啦真的是 正常来讲 因为他已经有公布他的应该要到达的时间点 对 但是其实是有delay到 对 delay了 对 然后我想说那不妙 好吧我们就好好的睡一觉了 对 格林起来看 哎呦完成了 嗯 那种 其实我佩服他的是意志力 对 他这一份的意志力真的是很强 因为其实有些车友 我们今天不管政治的 不管来什么什么颜色 我们都不要管 那今天或许他真的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后盾 对 或是后勤 后勤补给 对 但是光有这些强大的后勤补给 他踩不下去也没用 重点是要一直踩 对 就我讲的像小白鼠一样 他脚就在那边动而已 对对对对 他真的是很厉害 可是一般的车友没有这样的补给车或是维修车的时候 嗯 就是一切都要自己来啊 其实我们在这整个计划里头 我们在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的网站 我们有分享了一个一日北高的攻略 嗯 对 其实车友如果有兴趣就直接上自行车新文化基金会的网站 去找一日北高的攻略 嗯 那这里面的攻略除了告诉你事情要做什么 然后活动中你要怎么做 嗯 对那甚至包括活动后你要怎么把东西寄回来 对一些小技巧都有跟你讲 那连科匹的休息点我们也公布 哇那还有放了一个车友介绍的沿路的7-11或者便利商店的休息点也公布了 所以你可以省下大概七八十分的准备工作你就先参考那个 真的 对啊攻略的第一点其实叫做风险评估 嗯 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 你一定要好好的研究一下本身有没有那个能力来做这件事 嗯 对 对 其实风险评估在我觉得在不管在启程或是在事业上面 嗯 风险评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嗯 那我想请阿嘎经理来谈谈所谓的风险评估 嗯 我们譬如说我今天我想要挑战一日北高 嗯 那我要怎么去评估我自己呢 我想自身有没有疾病大家自己知道啦 嗯 那通常自行车活动我会比较建议就是说 第一你不要贸然一次从事三百八十公里或五百二十公里 哈哈哈哈 你真的应该去试一下你有没有能力可以骑到一百公里 嗯 哦 先从一百开始 对 就像那个哲泉说的嘛 当你骑过两百公里骑到三百公里 那整个人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嗯 对如果所以你平常如果没有在做这样的运动 嗯 你一定要真的要像柯P是有节奏的嘛 是一百后来变两百三百 对 然后三百八之后再变五百二 他是有节奏的 你也应该按这个节奏来开始 嗯 千万不要想说啊我年轻气壮 我以前是田径队是什么对什么对什么对 哈哈哈哈 不行啦不可以这样子嗯 这第一个那第二第二个就是说呃不要太逞强啦嗯 反正台湾这个路永远都在那里 对 留着青山寨不怕煤柴少 真的真的你发现哎状况不好的时候该休息 我的建议就是你该休息就不要继续再骑下去 硬撑着骑下去也许因为带着一些后遗症回来就就不好 对对 所以这蛮重要的耶因为很多人就是哎我今天骑我就一定要把他骑完 嗯就骑完之后后来就开始要找整集师啊哈哈哈哈哈哈 找附件师阿哈哈哈 然后天气一变就这边酸啦那边酸啊这都不好的啦 这已经过度了真的哈哈哈哈 即向才在这儿啊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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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其实在不管是一日北高或是一日双塔 当然这一日双塔 它的难度有更高 非常高 真的非常高 我觉得一日双塔 最讨厌的就是在南部的洛杉峰 一有洛杉峰的时候 那个比逆峰还讨厌 所以这次有遇到吗 这次也有 就侧峰啦 有时候你会突然骑一骑 然后就往外飘 旁边又海吗 就这种感觉这样 不经意的一阵峰 你就全部的人都往外飘 你旁边没有人就算 如果旁边有人 两个可能就撞在一起 对 所以你旁边的车友会不会骑 这也是关键要注意 你要慎选伙伴 只怕住一样的队友 这真的蛮重要的啦 然后再来大家说 要从事一日北高或一日双塔 千万要记得一句话就是 助你一路顺风 有没有 无所有的人说的这句话 一定要挑顺风的季节去骑 对 这个有顺风跟没顺风 真的是天差地别 对 差太多了 所以最好挑战的季节是什么时候呢 通常大概是十月到二月之间 十月到二月之间 对 所以最好应该在十月嘛 因为那时候天气应该也不会太冷 其实大概十二月我觉得还不错啦 风震大有没有 哦 对对对 那冷的话怎么办呢 你的预寒衣物一定要 洋葱式的穿法 对那你要从事这种 我觉得有点极端的挑战 对 你的设备也不要去吝啬了啦 好一点的风雨衣就买下去了 嗯 真的那个轻便又防风 对 然后保暖 那个真的有差 嗯 风雨衣啊 对风雨衣 我看哲泉下一次可能要买这个了 因为为什么燕如会讲这样 因为我在骑北平的时候 对 我穿了三件 就里面有一件 呃 我里面最里面是一件长袖的 对 然后再一件背心 防风背心 对 再穿一个防风外套 对 结果我到彰化的时候 那风好强 我受不了打电话给我学弟 请他送一个 它是类似那种铺毛的外套 都包着下去 哈哈哈哈 不然太冷 对 太冷了 太冷了 哈哈哈哈真的不行 回来以后 我这一到屏東 赶紧就跟燕如报平安 报完平安的时候 回来就开始跟他讲说 你看我买这些东西 虽然贵 但是他还是不足以 不足以供应我所需要的 还不能够去预寒 所以我们可能要再买一些铺棉的 其实我觉得有个小技巧 这个出发日 真的要慎选 对 你大概最好是 大概前一周 或前五天 四天再决定 看看那个东北季风 大不大 哈哈哈哈 如果不大就说我改天好了 哈哈哈哈 那个差很多 但柯P是没办法 日子定了就定了 对 所以这一次他出发 其实风不是很大 我才说 啊 不要啊 所以他可以骑到 真的还是要再说一句 还是很佩服他 对 非常佩服 真的 太佩服了 因为从高雄到屏东 还有很 大概开车也要一个小时了 大概110公里 对 其实他在小港 那个点是 是一个关键点 嗯 他可以在那边选择放弃 对 至少他又超过北高的距离了嘛 对 那他如果往下骑又110公里 又有洛杉丰 其实慢慢长路 那时候大概凌晨一两点的时候 他又上车休息了 我们其实依我的经验 我是跟师傅说 他不应该再骑了啦 对 没想到隔了半小时 他突然跑出来 车队出发 哈哈哈哈 我本来想说 要包包收一收 可以回家了 好高兴 结果车队出发 哇塞 所以最后 骑到中 你有没有落泪 我换成是 我应该会落泪 哈哈哈哈 因为出发之后 他就开始变归宿 慢慢前进 真的就是一步一脚印 真的是踩出来的 好佩服的 想到就觉得 太佩服了 真的 如果骑成长途距离的车友 应该都知道 就是真的 你骑不下去的时候 那个真的就叫做 骑不下去 就很难动 就没力了 脚真的就没力了 哇 所以那时候骑一日北平应该 一日北平 其实真的是像小白鼠 家里有养过小白鼠嘛 他就在那个圈圈里面 一直跑嘛 你就像小白鼠一样 就一直踩 然后你怎么骑的 不知道 你中间遇过什么 我忘了 哈哈哈哈 你就是装你的 在那里 因为你的注意力 其实只在前方 注意有没有车子过来而已 安全注意 对 那所以你基本上 你不会去注意说 我旁边有什么风景 拍照打卡 没时间 还把那个手机的网路 全部关掉 你这样算是正确的 因为有的人想说 我要为我的壮举留下纪念 所以一出发很有精神 就那里东拍照西拍照 他都不知道他前面浪费的时间是后面最没有力的时候要付出的时间 对 所以像这种活动 其实你的速度节奏最好是控制好 还有一开始你的休息点呢 时间呢也不要太久 就是你休息时间不要太久 五分钟十分钟 科皮就是五分钟十分钟 出发就出发了 对 都没有浪费掉 嗯 对 非常科学精准的控制休息时间 真的 所以大家赶快download一下那个 秘籍 秘籍 对 攻略 那秘籍也提到一个 就是说 我建议大概每个钟头你都下来伸展个五分钟 当做休息点 这样你才不会 筋骨至少让它活络一点 会比较好一点 对 不然容易硬邦邦的 对 好不过当然今天要请到阿嘎经理来跟大家分享 除了一日北高一日双塔之外 还有包含环岛 因为吉安特旅行社其实有带客人在环岛的这个旅程 所以相关的一些细节呢 我们待会休息一下 点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蔡佳金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Lux风单车 享受骑单车的生活 人人都是单车生活家 回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单车生活家 我是彦汝 我是哲圈 今天邀请到的是吉安特旅行社的蔡佳金经理 蔡阿嘎经理 这个不是网路红人吗 叫阿嘎就可以 对阿嘎经理来跟大家分享这个 之前曾经跟柯P一起骑乘一日双塔跟一日北高的经验 当然因为有一些很多丰富的骑单车的经历 所以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我们再次欢迎阿嘎经理 欢迎 主持人好 所以讲到这个一日北高一日双塔 其实它有一些攻略 当然还有讲到环岛 因为现在环岛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 正夯啊 对正夯 现在几乎三千两头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在环岛 所以环岛有没有什么一些注意的事项呢 环岛现在已经变成 台湾人要做三件事之一了嘛 对 我真的觉得应该去做一下 其实它的难度应该比一日北高 或一日双塔还要容易一点 对 而且我觉得它是属于比较一个慢旅行 自我对话的一个旅行 对 可以看看你自己成长的台湾 对 然后你可以再检查一下自己身体状况好不好 检查 你骑下去就知道好不好 真的 所以我其实蛮推荐的 那环岛你大概一般就分几个方式 如果像年轻人 我鼓励你就自己带着背包就去了 对 你不用说要补给车或干嘛 你自己自住室的一个壮友 对 就来做就好 那你从事这个壮友 去注意一下你的时间分配 看是要几天骑晚 那台湾基本上非常友善 非常方便 到处都有休息点补给站 那住宿也蛮容易的 那住宿点唯一要避开的就是说 在南回公路那一段 对 你可能从丰港往台东 台东起 那一段的住宿点会比较少 或者是 我的建议你是可以从车程走四重西 对 经过牡丹水库 那边那个小路线到199 对 到寿卡 那个路漂亮车又少 对 然后就那一段的住宿点要注意 那安全点的部分就是 舒嬅公路这一段真的是 我个人认为是颇危险 虽然我骑过他几趟 大概五趟 带过很多车友 他们硬说要骑 对 带完之后我还问他说 你还要骑吗 他说 不要再带车友来骑 我觉得他真的是危险的路段 真的 那舒嬅公路我个人建议 在短期这两三年 先把他避开没关系 因为在过个几年 舒嬅替好了之后 那一段路又 车又少 又变得 就没那么多 拥挤的车 空隙也变好 你再去骑就好了 这是舒嬅公路跟南回公路的建议这样子 对 所以在其实在西部这部分 骑乘是都很方便 对 就不用太担心什么 就是舒嬅公路那一段 不过阿嘎之你自己也在骑车吗 你应该台湾都骑烂了吧 不要讲骑烂 因为四季都不一样 可以讲昏头转向 转了不知道 转了不知道几圈也都忘了 就是顺时真不知道骑了几次 逆时真不知道骑了几次 真的耶 所以会骑到 就是闭着眼镜也可以照怎么骑吗 其实我在骑车的过程 你会看到 真的比较 我觉得比较细致的台湾 开车就是匆匆一撇就过了 对 那我以前对树不太不太看什么树 就觉得树就长这样 可是骑车的时候可能速度太慢了 就不得不一直盯着那个树 树也有形状 天上的云也有形状 旁边的稻田你会特别注意 最近刚好插秧嘛 对 稻子短短的绿绿的 哇充满了生命 那树也是春绿嘛 那你也长出来 你就开始注意到你身边这种缓慢的事物这样 让你自己这种急躁的那种都市的节奏性 我觉得会比较慢一点 我说有时候骑着摩托车 载我老婆出去的时候 我的摩托车速度是30到40 骑不快 我不知道怎么办 老婆说让开我来 你就习惯这种节奏了 对 那台湾我觉得台湾真的很漂亮 一年世纪都非常的不一样这样 对 因为国外也去了很多地方 包括北京到上海也骑过 欧洲也去骑过 那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CP值超高的骑车天堂 像我曾经带过车友 他从武林农场 宜兰直线骑上武林 接着又从东部 从泰鲁阁下来 然后一路往南骑 他第二天在武林 他第四天第五天的时候在墾丁晒太阳 那个地景地貌 然后气温的落差 差很多 包括走在你前面穿的 包的全身都是 还有到墾丁就变成比基尼 那个画面完全是不一样的 真的耶 我记得我在北京骑到上海路上 我看到在华北平原上面 那个白花树森林 我骑进去 哇好漂亮 这台湾没有的景色 可是我骑了三天还是白花树 骑不住 但台湾的景色变化就非常大 很多 漂亮 真的 对那你说什么秘境的话 基本上我还是最喜欢东部 东部啊 对台湾的东部 一年四季你去骑车我觉得都非常漂亮 哪怕是那边淋雨骑车都觉得是一种享受 你不会觉得说淋在你身上是酸鱼你知道 都觉得它变纯净了是不是 对非常漂亮 而且现在东部很多友善的一些小地方 包括单车驿站啊 还有民宿啊 对我觉得都蓬勃发展了 跟大概七八年前我看到东部都不太一样 差蛮多的 但它的发展是那种自然的发展不是人工特意去雕琢的 就是我还是最喜欢东部这样子 对好像大家骑车的车友访问过这么多大家都非常喜欢东部 对啊 你家应该要提供出来做一个驿站的 我家吗 嗯 那我跟我妈讲一下 这个有商机哦 对啊 刚刚自己立刻就 对因为我爸妈还在务农嘛 然后畜牧业 我说干脆把它全部改掉 对啊 其实台湾很多很漂亮的地方 你只要选择车少的地方 到处都是美景 对 肯丁也很漂亮啊 那最近车友开始也封澎湖了嘛 对 澎湖啊 澎湖的海鲜我非常推荐 真的 骑车吃海鲜真的超棒的 可是不会风太大吗 澎湖冬天一样是有 类似像洛杉矛东北季风 很大 夏天太热 对 所以如果不怕风了 你可以冬天去 因为最便宜 几乎澎湖岛都没有人 整个岛都是你的 可以慢慢挤 对 那如果对风建议你就选择春秋吧 嗯 那夏天我是觉得有点比较热了 对 所以阿嘎金有去骑过澎湖了 有 还有几个里岛都去骑过了 你说什么麻祖 像吉倍啊 然后澎湖的那个七美岛有没有 双新十富有没有 对 哇那个 骑在上面很漂亮 真的好漂亮 不用真的不用花大钱到国外 台湾现在 先把台湾骑完 你说骑腻了之后 你再去骑国外就可以了 嗯 但是照台湾的这种 一年世纪不同的美景 各地 同一时期在各地的景色 也不一样的情况下 要骑腻也不简单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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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真的太多地方可以骑了 上网去搜寻一下 太多美景 哪怕你家旁边就有车友 分享哪些小境小路 是很漂亮 对 或许都自己都不知道 嗯 所以阿嘎金应该对台湾的路都很熟吧 非常熟 就是从台南 台湾头到台湾尾 对 几乎都知道 对 重点是我还想问阿嘎金 你就是 台湾头到台湾尾 是不是在包含东部 各地的美食也差不多了解了 哦 美食 美食是骑车的重点啊 对 因为你有骑 不过阿嘎金也身体还蛮好 你有 你有骑车 你就很勇敢的 我敢吃下去 就没什么估计 发现最近的车友都越来越怕 吃太多了 太多美食了 真的吃太多了 真的 真的 我觉得台湾最棒的 真的就是有很多 很好吃的美食 还有伴手礼 对 像我们在带车友 出去活动 我们都尽量吃在地的美食 对 还有就是 我们像带活动的时候 像譬如说 你经过再往墾丁起 有时候车友会看到 旁边在卖莲物了 对 休息点 一休息的时候 我们就把莲物端上 有没有 你怎么知道我想吃什么 因为真的是 在地的季节时令的水果 或蔬食 其实是最棒的食物 对 所以阿嘎金 你在 因为澎湖跟台湾 还是不太一样 如果澎湖不是听说 很小吗 我是没有去过澎湖啦 所以那边骑环岛的话 大概要多久时间 如果环湖本岛的话 来回 绕一圈 大概在120公里左右 所以你可以住在马公 然后往彭西 骑一天 然后再往西域 西域灯塔那边 渔翁岛灯塔那边 骑一天 所以澎湖至少可以骑个两天三天 两天我觉得是不会重复的路径 那也蛮多地方可以骑的 对啊 你如果说 我想去搭船到小离岛去绕绕 有没有 其实也蛮有趣的 所以外岛还有哪一些是 你还没有骑过的吗 妈祖还没去 妈祖哦 对 好遥远哦 听说都是上下坡 对啊 听说那个 听说都是上下坡 对 因为知道那个妈祖之前那个 去年有办一个那个 对有个活动 对 然后县长号来宣传 不过他们说他们那边风真的很大 很冷 金门也很漂亮啊 金门用骑车的方式也很漂亮 金门啊 小金门都很漂亮 对 还有绿岛兰嶼啊 这些都蛮漂亮的 另外我想请教阿嘎经理 就是在简安特旅行社这部分 会不会去接国外团呢 比如说他可能国外我想要来台湾骑 但是我没有车 因为坐飞机还要准备车 打包太麻烦了 他可能就跟您这边做接洽 人到就好 有这种服务吗 我们标榜的就是 你只要忍过来就好 其他的设备 捷安特有的就是车 你不用担心 对 像包括参加我们环岛的人 你也是只要忍到就好 对 你的脚踏车安全帽那些 我们都帮你准备好了 而且用的是两万多块的单车 算不错了啦 路某这样算不错了这样子 对 让大家比较轻松的上手 不过环岛的结论是一样 都是要自己踩 这个很重要 没有办法靠别人 对对对 其实现在有点像是 叫做国民外交了 现在这个时代算国民外交 那在阿嘎经理这部分带国外团 让他们更了解我们 更亲近我们台湾在地的文化 让他带回去 那我不晓得阿嘎经理 有没有带过比较特别的团呢 其实国外团占我们业务量蛮大的 占了30% 那很高耶 对像我们现在每个月举办的这个环岛的活动 他有台北出发或台中出发或新竹出发 对 每一次你只要参加你会发现 哇好像联合国 我们最多有一次40个客人里面有11个国家 哇塞 我们自己也觉得哇 那个带队的就发了一个like给我说 老板你看我这一次的国籍 我说那你要讲什么话 蛮有趣的 蛮有趣的 哇11个国籍耶 那这样就统一用英文沟通了吧 对基本上讲中文跟英文这样子 对对对对 所以也会台湾的也是混杂在里面 对台湾的也在里面这样子 可能就有香港的新加坡马来西亚 这是最多的 还有再来就可能美国的 对 那里面可能有真的就美籍的还有华裔的都有 或加拿大 还有意大利还有比利时 以色列 哇 你就觉得还有印度的 就觉得哇塞 怎么突然再开始上那个历史地理 就是如果来讲个八国联军应该 对 这个也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参加一场活动 然后可以认识这么多国家的朋友 email留下来 大家还可以互相去 互相可以去做联系 搞不好哪一天他想要去印度骑车 他就直接发mail 对真的 都会变成好朋友 对 九天下来都会变好朋友 所以现在旅行是目前最远的国家 是到哪边去骑呢 最远是不是 我们曾经有带董事长骑到荷兰 那法国我们固定每年都会去参加 还发的活动这样子 对 法国的部分 因为他算是一个 环法比赛有点在自行车算是一个殿堂的部分 对 那我们已经帮带了客人带了三年了 今天是第四街 嗯 对 所以阿嘎尼你有去骑过 有 可是法国坦白讲好贵哦 哈哈 我觉得台湾还是CP值比较高一点 所以大家还是骑台湾好了 真的 去法国七趟花十二天的时间 加个机票你都到二十七八万 哇 好贵哦 真的很贵 对 但是因为是参加还发赛的活动 你会上去还发选手颁奖台去领奖嘛 对 那最后他在选手在冲线的时候 你是坐在那个看台上面 凯旋门的看台有没有 嗯 高高的往下看你都是贵宾的礼遇 对 所以才会这么贵 哈哈 VIP级的 蛮特别的 也会到我们杰安特赞助的车队 去看他的补给车长怎么样 还有他吃的东西怎么样 对 跟选手吃早餐这样 很近距离的跟选手做接触这样 哇 有点像你去看F1 你就到F1的后场 哦 你赛车长这样 哇 你的维修技时是这样子 你用的是这些零件 嗯 那你吃的是这些东西 类似 就已经 我觉得已经到自行车的最高的殿堂 去看他最极致比赛的设备啊 还有选手的作息这样子 跟他们近距离接触 这真的是蛮极致 也蛮值得的 蛮值得的 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 我觉得这个是一辈子可以来一次 真的一辈子 对啊 可能或许就自己的 可能偶像 刚好在吉安特车队里 在所赞助的车队里头 对 刚好有这个机会 嗯 我就会想去 在别队也可以啦 反正我们会在 我们会在选手村嘛 哦 选手出发前都会在来活动 你都可以去找他们签名啊 聊天这样 哇 那个签名帽 或是签名一删拿回来 可能翻倍 哈哈哈哈 对 你说去他带个三十件去 然后请学生们来签名 我曾经在网拍上面看过 一顶帽子 然后签了一个 他是那个 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 对 大概两三年前 然后他当时 好像也拿过世界冠军签名 然后 那顶帽子 明明我当初买的 所以才两百多块而已 对 他喊价喊两千多块 妈呀 起标价 哇 那今年要多待一些去签 哈哈哈哈 真的要拖心理家过去了 对 真的 我当初买两百多块 然后他卖两千多块 而且还是起标价 但是最后 他的结标好像还蛮高的 嗯 可是大家怎么知道你签的是真的是假 哈哈哈哈 对 所以就是 要拍照纯正 真的是他签的 对 所以就知道这个 骑单车除了让自己开心之外 还可以有一些 实质经历经历上的收益 对 好 不过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事 关于我们在台湾骑单车 一日北高或是一日双塌 或是环岛之旅 那么 经理也分享很多经验 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 再次感谢经理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你是用单车享受生活的人吗 你也有属于自己的单车故事吗 快拨打0988873836 来与听众分享你专属的独特经验 单车生活家单元 等你哦 感谢观看